又在朋友中收到屍體 詳細不會解釋 因為是一些內地品牌 亦都不知去的 又不會跟他們買廣告 編號M134 射成80英尺 主要是射吸水彈 浸水後會變大粒 這瓶先說 用吸水彈 真的是香港的地方選擇 亦都安全起見 所以沒有下街市 不想引起人不安 所以沒有正式的射程 先看看長路 這瓶一樣 其實是一個摩扣 很放聾 很多人倒香 既然奪走 但它特色上是 除了用吸水彈 那是射寫海麵蛋 所以我會在意收起這瓶 挺方便的 浴水不錯 另一瓶是這個 這瓶是朋友說在內地百多元買到的 這碗玩具店買到 沒有盒子 它本身 也是炮嘴鑽 亦是吸水豬豬蛋 吸水豬豬蛋 但為陷在甚麼 它拿來時 裡面欠了充電器 我看過電池 就是這種 7-8mm AH 6屋 試過幾樣東西 最初它還有少少電尾 還可以轉和射 但是 想充電 試過怎樣 要一時間搭配這瓶牛 便是大工程 試過用一般的 USB搏進去拆 不可以 也試過怎樣 直接用尿袋 直接接進去 2A電 接進去 接進去 足夠6屋 對進去 看看 是否夠力 不夠尺 其實也想到 因為這個 如果大家玩具都知道 其實這個拉 也挺重的 它這裡 只是靠電池仔 幾個電池仔 它的馬達 一個馬達 要轉 然後 拉動那個 這樣的稀法 拉動 彈出去 還要連射 一邊拉動 它當然會啪啪啪啪啪啪 可知它的電池功率 要損得多厲害 但這支挺有趣 然後把電池收起來 縮起來 就是這個 電筒 刀量一下1呎 先把它打開 食燈 食燈 這個 拆開 如果我們用這裏 這樣看 這樣就算是2寸 當然我比較在意 就是這裏 這裏 這裏 槍 槍命自體 是 足夠地握手 把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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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拆開 拆開 大家知道 香港的地方 淺窄 如果真的是射彈 玩具 相對不方便 和危險 還有 朋友說 原來現在都是百多元 買回來 如果我還要 花錢 就去配一隻牛 還有這些 國產充電池 性能如何 所以這裏 就算不薄 所以做了一件 都幾 大膽的事 就是 把整個拆開 把裏面 射彈的齒輪 那組 拆開 減少了 馬達的 負擔 令到現在 我用了3 用了這些 用了3顆 3A電 這樣便可以 起動 這個挺有趣的 吸入槍水 然後 開一下 在這裏 這樣轉 開回來 然後 如果有玩開 B公司 玩具 的人 知道 自從G3之後 都不出旋轉 格鈴型 甚至提子槍 被人燒到面黃 整個格鈴嘴 原來是這麼少 如果 可以這樣旋轉嘴 現在都 我所見 比較便宜 只有國產充電池 好 這個 目前做到這個位置 就會學次上次 看看會再加個 看看用什麼方法加聲效 看看弄哪個聲效 就 如果用摩打 做一些 類似格格聲 就 只會爆小 這個 是頂癮的 雖然外形 你知道 國內設計有些 可能有辦法 改舉 加些東西 令它 有些 這些 又是盲老大叔 這幾個 自開玩法 先前的小短片 這邊沒有放 好了 至於會 怎麼搞 下回分解 希望有下回 看看能不能做 好 做到菜炮 菜炮 菜炮 給大家看